你看看这个车是新的刮痕 你看到没有 老刮痕洗的干干净的 不是你看它刮的皮屑都在上面的 你看它刮的那个啥都在上面的 哈喽大家好 我小鱼 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车被刮了 我现在赶紧下楼去看看怎么回事 咋回事又犯这事 停的板板正正停停车位里面 还能让车给刮了 是这吧 哎呦我天 我问问怎么回事 他说网约车在这 但是网约车不在这了 说是一个网约车给我刮了 电话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打电话告诉我 我车被刮的那个人 说报警的是旁边的青A牌照的车主 刮我车的是旁边的那个白色的网约车 当时交警已经处理完了 我现在如果想找赵氏司机就得去交警三局事顾科 然后再找网约车的公司再去追寻这个赵氏的司机 然后还和我说这个挺麻烦的 然后又顺便祝我旅途愉快 在这处理的时候他看到了我前面这面放了一个电话号 然后那个什么他给我打的电话 现在呢就比较麻烦了 我现在得先拍照拍照拍完照之后 那个去交警队交警三分局 去交通处理事顾处理那块去找去 这车给我刮了 我必须得找他赔呀 然后这个还是租的车 说还得找他们公司 反正就是挺麻烦的 不管了 我先把这个车就那边拍上照 我刚才想了想我不应该去交警队 我应该也再报个警 然后要交警过来 看看这事怎么处理 我如果去了交警队 我觉得这事处理就麻烦了 喂你好 是这样的 我想报下警 就是我的车停在停车场被人刮了 是这样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这车被刮了 已经报过警了 报过警 结果交警也没给我打电话 刮我这个车的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是旁边过来停车的人给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交警处理完就走了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说我又报了个警 交警来了 你看我这车这被刮了 然后是这个车刮的 然后我不知道 你刚才又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是早上的9点半左右 有人报过警 是这个车的车主 帮我报的警 但是又是另外一个车 他正好过来停车 看到交警在处理 然后我人又不在这 我这有个电话号 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 但是我接到电话时候 就已经快12点了 当时他应该是11点 11点左右给我打的电话 说当时有交警在这处理 说一开始就想把这个车 那个就装走 但是那个这个地方太窄了车 挂车就给它挂挂不走 然后我下来了 下来之后就所有人都没有了 他这也有挂痕 看到没有 他就是他把我的车刮的 本来我今天要走了 我马上 我在上面在这住的 宾馆住的 我要退房 我马上要走 要去西藏了 结果给我刮了 那他给我刮了 我得找啊 交警跑那边打电话去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 现在我都懵了 你现在人都确定是这个车关了吗 但今天这个早上9点多钟就有人报警了 那能不能找到这个车的车主啊 说这个车的车主帮我报的警 他应该是看到了 我觉得应该是看到 如果他不看到 他应该不会帮我报警 不会帮我报警是不是 等一下我打电话 本来这些地方 你乱听吗 所以说没有监控的地方听到很多 我这这这这这又怎么办 一个时间不能给你看见 您好 是早上是您那个报的警吗 说那个有个车被刮了 是您报的交警队吗 是我拨的警呀 警察刚才我交的警察 那您看着那个车 看着那个您旁边停的那个白车 刮着前面那台车了吗 没看见啊 我没看见 你是不是还叫交警来 然后这个车 这个黑色的车把你车弹住了出不来是不是 你过去没吗 你个性干什么你你把人家车挂了吗 怎么回事我现在都没有闹清楚的 你报了警是不是 我是警官我就在那个黑色这个这个就是被挂的车子车面前 哎呀你这个就给我过来好 你好警官 我的车子车子你看了哈这个样子啊 兄弟 你看他们这个车子是哪个被挂的 没没看到我昨天晚上来我坐的警示 我这边挂了全向都打转了 警察坐上已经挂了 那是不是从同一辆车撞咱俩的车 不知道 这还是找过的 这个地方是我自己撞的这个地方我知道 这个地方是我挂到我挂车户门上了 这个我知道 两个事情是 这是两个事情 我的这个已经不安了 我现在去 这个这个是你的 嗯 你就是那挂了 嗯 哪个海里面停个车 那个挂呢 如果是那个 你这不可能就这么行 你那个不是他 挂了跑得多大 什么车子 我车也是 我车在那停 在那停 挂呀 根本找不到人 我也没不忘 挂也找不着 这地方没有监控 你咋找啊 而且这有没有监控 你啥也没有 我就被挂了 我得挂了 他得挂了 这个不可能是挂到他这个 他说了高度不一样 说他的车子矮 我的车子高 他 你这高度都没有 咋够挂那嘛 行了 找不着人家车我也不修了 没必要 给压根 哎呦没必要修不修了 不修了 像这种事故哈 保援公司是可以 他们自己都可以赔 上面的 但是你找了保援公司 把保卫到明年是保卫 给增加别人自己食物 对 多的都找了 所以你要说严重的话 现在车身前面的 保护了挂痕线 现在新的那个 保护了车身前 保护了挂的 但你可以找保护 保护了 不要人工手机 交警队的都可以给整了 但是整了过后 你明年是保费只要保护 全额 全额掉保护线 对 今天是保护都涨了嘛 你没发现 现在你买保护线都涨了的 找不到 挂痕线全部都包到车身前的一下 找不到人我就不休了 不耽误了 我要走了 我在这忙的焦头烂额的 二狗在这 偷门的把我的芒果吃了 你想打的 气死我了 我的芒果 你能吃吗 吃这些甜东西 太热了 热死我了 你看这二狗 气死我了 我在外面忙的 这个那个啥 晕头砖 像在这处理事故 你在里面 把吃的都掏了 还有两根肠 也让它吃了 关键吃就吃了吧 它长皮都没吐出来 连长皮都一起吃了 我真是服了 芒果给我掏了一半 算了 今天下午那会儿 真的是给我热蒙了 然后二狗又给我添乱 然后呢 我选择了迅速的逃离成都 这件事情呢 就是最后是以我撤销了 这个报警而结束 我最后我也弄明白了 是我自己闹了个大乌龙 是有人报了警 但是青A的车 青A牌照那个车的车主 他的车也被刮了 他报的警呢 是报他自己车的警 并不是帮我报警 是我搞错了 然后可能是当时 看见我 看见焦诊在处理 这个车事故的人呢 他也是好心 想告诉我 我的车被刮了 他可能是看着了 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结果他可能也不知道 具体的前因后果 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 然后我自己下来 自己处理 闹了个大大的乌龙 但是最后呢 就是只能我自己 自认倒霉 车刮成那样 停在了一个断头路 没有监控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然后交警也找不到 所以说就是自认倒霉 然后在这儿 我也再次提醒一下 这个朋友们啊 尽量都停 正规的停车场 或者是停到 有监控的地方 这样即使你的车 停到那里 被别人刮了 最后也是能找的 像我这种 我自己也知道 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说 就这样算了吧 我真不知道 我是怎么了 就是今天是我第一天的 正式走上穿舱线之力 第一天 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呗 刚要出发 车就被刮了 哎 我也是服了啊 但是不要紧 无论前路如何 都不能影响了 咱们的心情 对不对 开心最重要 已经做好了 一切的心理准备 在路上走 肯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事故 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要用一颗强大的心 去接受这些 把所有的磨难 都当成是经历 都当成是历练 只有这样 自己才会变得 越来越强大 好了 第一天 近藏之旅 结束 拜拜